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漆黑如夜》 一面开始 伐木工们正在森林里辛劳地工作 下班后 小黄帽呼叫林中的队友收工吃饭 然而他调皮不省心的队友却怎么都不回话 无奈的小黄帽只好亲自寻他 等走近定睛一看 小黄帽发现队友已经惨死 心中慌张的小黄帽赶紧跑进车里躲了起来 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 他当然也是死路一条 一面自此以小黄帽的死定下了压抑而惊悚的基调 之后男主猛叔闪亮登场 他是一个在当地备受居民仰赖的警察 一天他接到马场胖仔的报案 说是马场莫名其妙丢了一匹马 猛叔单计判断此事一定不是人为 但具体马是怎么丢的 由于缺乏线索 猛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猛叔拥有一个不怎么幸福的家庭 他跟漂亮老婆一离异后 儿子导弹时不时去他家跟自己住 这天晚上猛叔给导弹做好了晚饭 但是导弹却不吃 反而一直直勾勾地看着外面 并告诉猛叔树上有人 于是猛叔打着手电出去一通检查 却一无所获 第二天猛叔和同事竹竿 在路边发现了很多硕大的脚印 但是根据这种脚印 他们都无法判断具体是什么生物 所以猛叔打给了相关部门询问 却也是没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于是猛叔怀疑这些大脚印子都是人为搞出的 与此同时 辖区里的动物还是不断莫名丢失中 居民们也开始人心惶惶 不知所措 每天猛叔都顶着一头雾水 毫无线索的办案压力 那边他的儿子导弹还不让人省心 一天导弹的班主任小绿 把猛叔和他前妻叫到了学校 并把导弹在学校里 教其他同学说脏话的事告诉了他们 然而猛叔和前妻二人却不以为然 嬉皮笑脸的应付了过去 加之小绿又抱怨导弹 在谈论逝去的哥哥的时候 用了现在时态很不吉利 于是暴躁的猛叔前妻 就和小绿老师硬杠了 原来由于猛叔的疏忽 导致他们的大儿子早妖 导弹用了现在时态 其实是在表达哥哥永远活在一家人心里 但大儿子死后 猛叔便一直郁郁寡欢 难以走出阴影 后来森林里的各种动物 也开始了诡异的迁徙 相关部门终于肯派人进森林里展开调查 然而这些人端着八倍镜98K 还没走几步 就被突袭领了盒饭 幸存的人逃命之后 告诉猛叔怪物的存在 然而猛叔却打死也不相信 后来猛叔又是一顿搜寻线索 越调查他就越发秀出了诡异的气息 后来有人直接给猛叔看了怪物 一闪而过的影像和照片 但是猛叔还是难以执行 猛叔找不到怪物 于是着急的怪物就自己找上了门来 猛叔同是竹竿 对着怪物连开了几枪 却被他逃掉 这下猛叔再也无法光冕堂皇的自欺欺人了 他和竹竿把居民们召集在了教坛里 实施集体保护 正当此时 房子却剧烈的晃动起来 为了保护居民猛叔和竹竿整装待发 拿起98k开始了警惕的搜查 然而竹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银之势 迅速受伤了 可见怪物身手飞防 根本捕捉不到他的身影 机智的猛叔则选择了暗中埋伏怪物 趁他不备 对他连开竖墙 这下怪物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他是一只巨型蜥蜴 硬气的猛叔自然不甘示弱的对他又捅又舍 害羞的蜥蜴瘦 疼得嗷嗷叫 毕竟这是人家的第一次 在一片祥和中 西医兽安静的被猛叔玩死了 影片最后 教堂里的居民们如释重负的叹起微笑 猛叔和真爱前妻紧紧相拥在一起 所有人都以为一切尘埃落定 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殊不知 此时教堂的屋顶上 正有一大波 娇羞蜥兽即将抵达战场 人兽之间的故事 这才刚刚开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不见不散